Hello大家好,麥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現役馬來西亞羽球第一男裝球員蘇維毅 身高185公分的蘇維毅在馬來西亞國家羽球隊領是個高個子球員 和現任搭檔謝定峰的男子雙打組合 被球迷們稱之為卸出組合 蘇維毅在男裝裡扮演的角色是前場球員 屬於一名往前攻擊手,有著細膩的往前技術 前瞬拍的技術也是非常熟練 打的大多都是下壓的球 一讓後場的搭檔仍很好的準備進攻 蘇維毅具有非常快速的反應速度 能夠迅速調整姿勢並做出有效的回應 蘇維毅在比賽中時常展現了頻繁的爆發力 尤其是在快速移動和瞬間加速的情況下 仍在前場給對手造成威脅 此外,蘇維毅精準的控制技巧 準確的技術是他在比賽中成功的關鍵 包括準確的發球 精準的擊打技術和準確的弱點選擇 他具備了優秀的羽球技術 包括扣殺、調打、反手等 坚嫩的防守更是使他在攻防兩端都能有很好的發揮 他和搭档謝定峰也能夠在比賽中靈活調整戰術 听取教練的安排和意見 根據對手的特典和比賽局勢來變化打法 從而取得勝利 现在就讓我們透過今天的影片 一起來深入探討他的羽球故事 蘇維毅出生于1998年2月17日 在馬來西的首都吉隆坡出生 蘇維毅的父親是80年代的前馬來西亞羽球國手蘇云石 他舅舅則是馬來西亞羽球名將孫明強 曾經是位馬來西亞奪下1992年湯杯的功臣之一 也是1996年奧運會的第四名得主 尽管父親蘇維毅曾親自教導蘇維毅打球 但與之不同的是 蘇維毅並沒有親自指導維毅的羽毛球技術 蘇維毅曾在採訪時提到過 自己的舅舅沒有親自叫過他打球 因為在蘇維毅1992年多得湯杯的時候 他還沒有出生 但是他小時候曾觀看過1992年湯杯決賽的露營 所以蘇維毅就在羽球四家家人們的耳螺目染下 七歲就開始在吉隆坡練球 從小讓愛羽球的他就立志要為國爭光 憑著父母的支持和過人的毅力 蘇維毅13歲就進入了國家體育學校訓練 也在18歲那一年順利進入了國家精英隊 但是蘇維毅的羽球生涯並非那麼順利 他曾因商退出國家隊 並在當地的巴達領俱樂部接受訓練 蘇維毅沒有因商放棄羽球 努力堅持著他很快的在七個月後再次被國家隊召回 而教練組決定讓他與謝定峰搭檔 說到兩人的關係 蘇維毅和謝定峰其實早在進入國家隊之前就認識 因為兩人在青少年時期的國內賽事中經常在單打比賽中對決 可以說是從對手變成了以後一起共同進退的隊友 在2015年的時候 蘇維毅就有和謝定峰去參加世界青年錦標賽 只是可惜的在第四圈就敗下陣來 當時他明顯進步的表現讓他進入了國家後備隊 也成為了舅舅的老拍檔謝勳斬教練的球員 除了謝定峰 蘇維毅在青年時期也曾和別的搭檔而打出一些成績 在2016年7月 蘇維毅代表馬來西亞參加了在泰國曼谷舉辦的 亞洲青年羽毛球錦標賽 與搭檔黃毅騰一起贏得了男子雙打的季軍 同年11月 他也代表國家隊參加了在西班牙標報舉行的 世界青年羽毛球錦標賽 獲得混漢團體的亞軍 蘇維毅在2017年也曾和現在的大馬第一混裝球員 陳堂姐搭檔過 參加了馬來西亞羽毛球國際系列賽 在男裝決賽中輸給了隊友李建一林正廷獲得亞軍 他與陳堂姐也一同參加了新西蘭懷卡托羽毛球國際賽 在男裝決賽中以1比2不敵中華台北的蘇利維一的紅衛獲得亞軍 他們表現不俗 在同一年就獲得了兩個國際挑戰賽的亞軍 過後蘇維一的就開始和現任搭檔謝定峰 在2017年年尾開始搭檔去參加比賽 在11月份 他與謝定峰一起參加了印度羽毛球國際挑戰賽 他們順利闖進決賽 直到在決賽中才輸給了來自泰國的 中繼尤佩森獲得亞軍 隔年3月蘇維一與謝定峰參加越南羽毛球國際挑戰賽 在男裝決賽中再次輸給了泰國的 中繼尤佩森獲得亞軍 4月份 他與謝定峰也一同參加在自己主場舉行的 馬來西亞羽毛球國際挑戰賽 在男裝決賽中輸給了印尼強盪 阿巴阿森塞蒂阿文收獲亞軍 同年 他們也在2018年德國超級100賽男裝比賽中獲得亞軍 他們在搭檔不到一年內 就連續掌握幾項國際挑戰賽的亞軍 這是他們搭檔後一個好的開始 讓大家看到這個年輕新組合在未來的潛力 他們真正讓更多人認識到他們的 是在2019年的全英公開賽 他們在首圈激戰三局以12比21 21比16 21比16擊敗了中華台北的如敬堯揚博函 再次圈直落兩局 擊敗了丹麥組合史祖阿布拉斯姆森 順利晉級八強 在八強賽中又有21比19 17比21 21比12立刻來自中國的組合流程張瀾 蘇維一和謝定峰在半決賽中 碰到了賽會八號種子 來自印尼的阿菲安阿爾蒂安特 這對印尼組合曾在八強賽中 成功擊敗了他們的師兄吳衛森成衛強 頑強的謝叔組合毫無畏懼 最終以12比21 22比20 21比19顯勝對手 順利晉級全英決賽 在決賽對上另一組來自印尼的組合 阿森斯萨蒂阿文 他們在激戰三局的情況下 還是不提經驗老道的阿森斯萨蒂阿文 但也成功獲得了全英大戰的銀牌 瞬間成為了焦點 成為馬來西亞新崛起的年輕組合 緊接著的蘇迪曼杯 他們被選入了馬來西亞蘇迪曼杯名單 作為年輕組合能被入選 也證明了他們的實力獲得了肯定 同年 蘇維一還謝定峰也代表了馬來西亞隊 去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 東南亞運動會羽毛球比賽 他們協助馬來西亞隊 在男子團體比賽中獲得亞軍 在個人項目籃雙決賽上 謝定峰蘇維一則以18比21 21比15 21比16逆轉戰勝泰國組合一撒爾張吉 贏得東運會金牌 接著2020年1月 他們入選了馬來西亞國家羽毛球隊 亞團賽的名單 他們協助馬來西亞隊 在2020年 亞洲羽毛球團體錦標賽 男團比賽中獲得亞軍 他們也在Toyota泰國羽毛球 公開賽1000賽中獲得亞軍 接著 蘇維一與搭檔謝定峰 其中的一個代表作 就是2020年的東京奧運銅牌 他們在2021年7月份 參加了2020東京奧運羽毛球 男子雙打項目 他們在小組賽 取得兩勝一負的成績 唯一的敗戰 是輸給了印尼的老對手 阿森賽蒂阿文 可是還是順利的進入了八強淘汰賽 他們在八強中碰到了強勁的對手 賽會一號種子的英靈小黃人組合 凱文·馬克斯 他們在此前的交手記錄 都是蘇維一謝定峰戰下風 經常在比賽中不敵他們 可是在奧運大賽上 他們頂住了壓力以黑馬的姿態 成功以兩局21比14 21比17擊敗對手 成功半倒第一種子組合 可惜的是在接下來的半決賽中 無法延續狀態 以兩局不敵中國的雙塔組合 李俊惠和劉宇成 進入了銅牌戰的爭奪 他們遇到了小組賽不敵的對手 阿森賽蒂阿文 他們在經歷了激烈的三局交戰中 最終在銅牌戰中擊敗了對手 獲得一枚銅牌 值得一提的是 這也是馬來西亞隊 在羽毛球項目中的唯一面獎牌 他們的正面銅牌也來得不容易 連續克服恐懼擊敗自己一直以來的克星 打敗了賽會一號和二號種子 奧運會結束回國後 他們也變得更加出名 人氣也直線上升 成為了馬來西亞現任的第一男双 過後在9月份 他們再次被入選了 參加湯杯和蘇迪曼杯的國家隊陣容 在蘇迪曼杯上協助馬來西亞隊獲得銅牌 11份 蘇唯一謝定峰還入選了世界雨聯 2021年度進步最快球員獎的提名名單 2022年 蘇唯一謝定峰有在亞錦賽的男双比賽中獲得亞軍 也有在英聯邦運動會羽毛球男双比賽中 經過激戰三局以21比19 11比21 21比11戰勝了隊友陳秉順陳建民 成功奪得銅牌 他們更是在混和團體賽上 成功為馬來西亞奪得金牌 8月份 屬於他們至今最大的榮耀正式到來 他們參加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 2022年世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双比賽 他們一路過關斬將 勇闖決賽 在決賽中 面對老對手阿森賽提奧丸 蘇唯一謝定峰毫無畏懼 直落兩局戰勝了對手 獲得了世界冠軍的頭銜 他們打破了紀錄 成為馬來西亞歷史上首個世錦賽冠軍 蘇唯一謝定峰 在2023年的表現也是不錯 在印尼公開賽1000在籃雙比賽中 獲得亞軍 在印度公開賽籃雙半決賽中 蘇唯一謝定峰 以2比1戰勝印尼的強盪 LPN奧利安州 但是在決賽中 以1比2輸給了來自中國的 兩尾坑網場獲得亞軍 在中國羽毛球公開賽籃雙比賽中 他們也在決賽不敵同樣的對手 兩尾坑網場 GG亞軍 他們作為衛冕冠軍 在2023年世錦賽籃雙半決賽中 以0比2不來自韓國的 江敏赫徐承載獲得銅牌 接著他們代表馬來西亞參加了 在中國杭州舉行的 亞運會羽毛球男子雙打項目 在半決賽中 蘇唯一謝定峰 以0比2不敵來自印度的雙塔 City Run Coyote 最終獲得亞運會的一枚銅牌 蘇唯一謝定峰 作為曾經奪得世界冠軍的得主 他們卻從未奪得一次超級系列賽的冠軍 直到2023年的10月22日 他們才成功在丹麥羽毛球公開賽 男裝決賽中以21比13 21比17戰勝來自印尼的組合 奪得首個超級系列賽的冠軍 場外 蘇唯一在私底下 和現在的馬來西亞男單球員李子佳很要好 他們從2011年起 就開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蘇唯一跟李子佳可說是春兄道弟好多年了 一起立志有一天要征服世界雨潭 蘇唯一和好兄弟李子佳曾經也是搭檔 身高高調的他們還自嘲自己是雙風塔 他們2012年在中國舉行的亞青賽中 也在2014年馬來西亞全國少年巡迴賽總決賽中 贏得了男雙冠軍 除了李子佳 蘇唯一和李丹球員吳錦威 還有混雙球員賴佩軍 他們四個也經常會在社交媒體賽出他們一起出去的合照 雖然除了蘇唯一 其他三位球員都已經不在馬來西亞的國家隊了 但是他們的關係還是特別要好 在去年的年尾還發布了一起去台灣旅行的貼文 讓球迷們很羨慕他們之間的友情 縱觀過去 謝蘇組合在2019年菲律賓東南亞運動會獲得金牌 在同一年的全英賽闖進決賽最終基戰三局才落敗 獲得贏牌 2021年 謝蘇組合又在奧運會取得了好成績 最終贏得銅牌 在2022年更是獲得了共運會金牌和馬來西亞歷史首枚的市井賽金牌 2023年也在市井賽和亞運會上獲得銅牌 他們在各個大賽上都有所收穫 為馬來西亞的與球隊爭光 所以現在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今年的巴黎奧運會 他們會再次挑戰馬來西亞歷史上首枚奧運冠軍 隨著更多國家的男裝崛起 很多男裝組合都具有超高的實力 現在的男裝項目可以說是競爭激烈 每個組合都有機會獲得冠軍 蘇維一還需要提升自身的技術和心態 以便在大賽上能有更穩定的發揮 相信他和搭檔謝定峰一定能突破自己 在未來取得更好的成績 最後祝福蘇維一和搭檔謝定峰 能成功實現他們的奧運金牌夢 延續他們在球場上的好表現 感謝大家的觀看 記得點贊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獲取更多精彩的體育運動員的故事 你們的支持將會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再次感謝大家